二婚重组的家庭 并且双方个带一个孩子 这样的婚姻会幸福吗 女的把钱全部捏在手里 丈夫想要拿十块钱吃饭 两块钱买水 六块钱买盐 都得一向妻子报备 活得实在太憋屈了 还经常深更半夜遭妻子报答 一脚就踹下床 这样的生活是幸福吗 先看看嘉宾老师的一番话 不问他是怎么回事 踩脚就踹他 上手就打他 给他讲理的机会了吗 没有 何人要想揍你老公一顿 都特简单 而且是你会帮我们揍他 我只要在凌晨1点钟 随便找一大姐 给你老公手机上打一电话 今天晚上 他这打得挨到半夜 对 打到了天亮 我们任何人都可以随便 在半夜揍你老公一顿 而且是由你亲自动手 一个被妻子打的男人 究竟是脾气好还是太耸了呢 大家更懂您发财的小手 点赞加关注支持一下 祝您平安喜乐 好运连连 来年一定发大财 接着我们一起了解 一向男人为什么会被挨打 故事的男主人公路先生 今年34岁 来自东北黑龙江 他自己开启车行的 女主人公公女士 今年30岁 他是一名护士 同样来自黑龙江 两人都是二婚 目前结婚已经4年了 相当于26岁 就嫁给了路先生 但是之前有过一段婚姻 双方各带着一个女儿 并且他们重组家庭后 两个女儿也跟他们生活在一起 那他们之间 究竟有什么矛盾呢 一上台赵川主持人 就迫不及待的问道 公女士一上台 就开始数落路先生的不适 说她沾花惹草 对女性客户暧昧不清 还半夜三更给路先生发微信 但路先生大多时间睡着了 公女士看到两天 记录气不打一出来 原来自己的丈夫 经常跟女客户聊天 那她要是真有鬼的话 干嘛不把聊天记录删除呢 又为什么手机都不上锁呢 当时看到信息的公女士 直接把熟睡的丈夫给整醒了 难道东北娘们都这么豪横的吗 一言不合就直接把一个男人一脚踹地上的 这话哪个大老爷们受的了呀 公女士也强势的说的 如果哪个男人深更半夜 给她发信息打电话 试问哪个男人又能受的了 两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不过确实一个男人要真有什么事情 那指定不会有信息留着那里 等妻子来抓 这一点可以相信路先生 可能只是单纯的想服务客户 所以男人一旦面临外界异性的暧昧信息 就谨慎更要明确的拒绝 不然很容易给自己和他人造成错误的暗示 接着公女士说到更让人不淡定的一幕 有一次端午节这个女客户 还是一直纠缠着丈夫 发这种暗示什么的言辞 这让妻子火冒三丈 直接打电话过去 那边女子也是惊呆了 随即公女士就大骂那个女人不要脸 一直纠缠着有父之父 这是要当小三破坏人家家庭呀 两人一顿输出之后 挂断电话 从此那个女客户再也没有来 洗车行洗过车 看来这公女士还是挺厉害的 处理事情干净利落 不给任何女人可乘之机 本以为两人会摒弃前嫌日子越过越好 可没想到接下来 另一个女的打电话给丈夫了 竟然还是三更半夜 这一幕也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原来这是陆先生第一段婚姻整 还没有认识公女士之前的一个前女友 两人已经分开三年了 这天晚上因为那个前女友喝醉了 或者被那个父亲男抛弃了 才醉醺醺打电话给陆先生 可能是响雪寻求安慰吧 但恰恰陆先生再次睡着了 没想到在梦中再一次被妻子公女士 给一脚踹地上了 两次都跟陆先生有关 却跟他没有直接的关系 因为都说别人找他 并且他毫不知情 属实有点冤枉 但却也是咎由自取 谁叫他平时不懂得明确拒绝 不懂得在原则上 要和异性保持绝对的距离呢 可接下来赵川好奇的问道 我现在特别好奇的就是 当你被一脚踹下床清醒之后 你接过电话说了什么了 他没给我急不急啊 什么你没说 他我这坐起来第一件事 我问他我干嘛呀 然后他我一阵不问 干啥还行 我这一份干啥 上来又给我拿 拳头唇又给我挠了 这宫女士也不是省油的灯呀 抓路先生抓得这么紧 连人家解释的机会都没给 直接干啪一脚踹了还不解气 还要在身上抓几道血液 直接拿重拳出击锤她才能解气 不得不说东北女人实在太彪悍了 这要是在南方 估计男生直接还击打回去了 可能这是南北文化的差异吧 你身边有家暴的女人吗 你认识的东北女人 也是这么凶悍的母老虎吗 这个女人的事情 也搞清楚来龙去脉了 都是别人一厢情愿 陆先生根本没有错 只是宫女士太先入为主了 接着赵川问到家里谁管钱的事情 原来家里的钱都是宫女士在管 甚至于丈夫要零花钱吃饭 买水喝或者买烟抽都没钱 必须经过妻子的审批才能拿到钱 这里说到一个故事 一位陆先生的父亲去世后 他们没有再开洗车行了 而是开了一家早餐店 从那时起早餐店的收款吗 不管是微信还是支付宝 都换成了宫女士的 现如今的消费都是先生支付 很少用现金了 所有的收入进账都到了妻子的钱包 所以经常陆先生虽然一早上都在赚钱 到自己口袋里面有时候没有一分钱 接着他们说到 有一次陆先生忙了一天还没吃饭 又可又而让妻子打十块钱给他吃饭 结果登了三个多小时没反应 电话信息都不回 也为妻子做护士忙起来 可能忘记时间了 你说我 我不是我饿了一天 我是没来得及啊 不是他平常那个都是 叫专项专支是吧 连一点那个预算额度都没有啊 哪有预算额度 也不是说没有 你快拿到吧 我买盐盐盐钱都不到我手 是他去长事给我买回来 好比说我今天说 我说你看我今天我挣了四百多块钱了 干活挺累的 我说杀了一下 你给我买盒 八块钱一样吧 咱们也说太高要求对吧 公女是看到丈夫的抱怨 自己的忍不住笑了 打男人手上两块钱的矿泉水都买不起 每天吃饭买烟都要低声下气的拿 换做是你你能受的了吗 这么窝囊到底是男子太怂太傻 还是妻子太强太阳格了呢 两人也有聊到双方孩子的事情 后妈后爸都挺难当的 但是双方都很放心把孩子交给对方俩管 证明这对夫妻还是有爱有感情的 只不过妻子过于强势 接着赵川问到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再婚重组的家庭确实面临很多的问题 如果彼此相爱 只要没有原则上的错误 要一个自己的孩子也是水到渠长的事情 但公女士却嫌弃陆先生不够浪漫 一顿饭只发八块钱 人家发五百二十给老婆 陆先生只能发一毛钱 因为还要留七块九毛钱吃饭 所以说男人有的时候也很难 管得太紧了还要奢求人家浪漫 这话哪个男人能做得到呢 那这段故事该何去何从呢 先看看嘉宾老师是如何点评 首先点评的是于伯红老师 宫女士说自己的幸福感降低了 但却没有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 哪个男人能够长久容忍一个女人的家暴 不要等到男人无法忍受的时候 女人才知道后悔莫及 于伯红好普及到重组家庭 不管是后妈还是后爸 都要对孩子一视同仁 要不然以后很可能成为挥之不去的暗伤 接着是雷鸣老师犀利的点评 不问是怎么回事 踩脚就踹他上手就打他给他讲理的机会了吗 没有 那你讲理吗 我讲理 你讲什么理了 对方说的是他真的喜欢 所以我就当时 我们任何人都可以随便在半夜揍你老公一顿 而且是由你亲自动手 你不会给他解释机会 只要电话那头是个女的 只要电话那头自称是前女友 你露手就大嘴巴上去了 所以打你老公太容易了 都不会犯法的 雷鸣老师狠狠地怒批了宫女士的暴力行为 把丈夫的尊严一脚踹到了地上 根本不给人家任何解释的机会 这只会加快婚姻破裂的速度 一个蛮不讲理霸道任性的女人 最后的结果都是会自食其果的 如果想长久地经营下去 要适当地体谅一下丈夫的不容易 家世讲爱的地方 不是动不动就用武力来解决问题 最后是杀那老师不同角度的见解 我们的二婚已经算是 所有二婚家庭里面非常幸福的了 第一 两个人没有算计 好心协力在过世子 这非常认真 多少的二婚家庭重组家庭 大家你算计我我算计你 什么房产啊车子啊等等 你给你的孩子留多少 我给我的孩子留多少 就全是这些论七八糟的事情 但你们两个人之间没有很干净 第二点没有任何的隐藏 没有任何的隐瞒 就是我们对彼此是透明的 就是我们依然那么坚信爱情 我们依然那么坚守爱情 沙娜老师在他们两个之间看到了 二婚家庭的希望 因为他们虽然吵吵闹闹 虽然妻子还会打人 但是彼此没有欺骗 彼此也是因为感情而走在一起的 并不是因为其他的目的 很多二婚的女人和男人 都在算计将来 要怎么为自己的孩子着想的 而这段婚姻最让人感动的是 他们对待双方的孩子都一视同仁 虽然后妈不能打骂丈夫的孩子 但是却也处处付出了真心 这非常难得可贵的品质 沙娜老师只是建议 宫女士还是一定要管好丈夫的钱 因为这个男人 确实需要这样一个强势的老婆 来管着她 只不过要适当地放松张弛有度 不要逼到她看不到一点点希望 这需要女人有经营婚姻的智慧 这段感情在沙娜老师看来 还是非常值得一起走下去的 最后两人也是在嘉宾老师的点评下 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 愿意改正自身的问题 两人幸福地走出大门那一个 这个段婚姻还是值得的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